光复乡马太安湿地除了是国家级的重要湿地 在光复地区农会的福岛 还有水报局花联分局协助之下 更是全国首区一指的观光休闲农业区 为了分享营造推广里山倡议的成果 农修区业者特别办理了马太安那里友山推广活动 特别的是这一次是由部落青年主导 呈现了湿地生态部落地景艺术美食及音乐市集 为市地产业面向增添了心意 从小农市集地景装置艺术景观 到在地生态美食 马太安那里友山产销推广活动 部落青年从老一辈手中承接传承 推广呈现更是分享营造里山倡议的成果 不仅与会长官贵宾 有客民众也为之经验 所以马太安部落其实有生态厨师 那个是一个对环境友善一个理念的 友善的食材出发去做出好吃的东西 然后跟整个环境做结合 生态厨师端出里山桌餐美食 部落青年传唱安美族传统歌谣 另外也有青年发挥艺术专长 在马滩修区创造地景艺术作品 部落青年也因着里山倡议重返部落串联起来 共同在部落设立自己的舞台 就想说大家都回来了 因为我就是餐饮毕业的 然后我就想说就是做甜点 其实我最大的目的不是说是作品 而是在创作的作品过程中 能把更多年轻人影响回来 光复香马滩师弟为国家级师弟之一 在光丰地区农会辅导 以及花莲水宝分局的协助下 二十多年来始终都是全国首屈一指的观光休闲农业园区 不断创新发展的农修区 这一次由部落青年尝试办理推广活动 地方也高度肯定与占续 就是跟很多的年轻人沟通 结合了很多年轻人的发想 所以你今天可以看到有艺术创作 有美食创作 还有我们的修区的一个小农市集 等等我们把它串联起来 再结合我们整个这边的最大的主力的一个美食 所以你可以发现这一次整个我们修区 又要走向另一步的一个发想 在前辈们的扶持陪伴下 提供部落青年丰富资源 创立立山创生平台 让马泰安修区产业更多元化的发展 总盖市张明发 更是欢迎游客民众 能亲临体验马泰安修区丰富多元的魅力 很多的小农也大力支持我们的马泰安 还有我们的小农市集 甚至于我们的很多我们的阿美族的圆敏的一些DIY 比如说头饰啊 还有我们比较特殊的巴拉高 还有甚至于我们的捕鱼 就是我们的捕鱼 还有甚至于做原住民的舞蹈 我想最近 我想这边是一个值得来的好地方 光复乡马泰安市地休闲农业区 乐于成为地方创生的基地 吸引青年返乡 激发部落青年潜力 发挥青年专才 为市地产业面向增添新生机 记者时遇兰光复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见